第十四章 作先知讲道 胜于说谎言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切勿属灵的恩赐 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 那说谎言的 缘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上帝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他在心灵里 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但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 要做就安慰劝勉人 说谎言的是做就自己 作先知讲道的 乃是做就教会 我愿意你们都说谎言 更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 因为说谎言的 若不翻出来 使教会被造就 那作先知讲道的 就比他强了 弟兄们 我到你们那里去 若只说谎言 不用启示 或知识 或寓言 或教训 给你们讲解 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 或烧或琴 若发出来的声音 没有分别 怎能知道 所吹所谈的是什么呢 若吹无定的号声 谁能预备打仗呢 你们也是如此 舌头 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 怎能知道 所说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向空说话了 世上的声音 或者甚多 却没有一样 是无意思的 我若不明白 那声音的意思 这说话的人 必以我为化外之人 我也以他为化外之人 当求多得 造就教会的恩赐 你们也是如此 既是切勿属灵的恩赐 就当求多得 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 那说谎言的 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我若用谎言祷告 是我的灵祷告 但我的悟性 没有果效 这却怎样呢 我要用灵祷告 也要用悟性祷告 我要用灵歌唱 也要用悟性歌唱 不然 你用灵祝祭 那在座不通谎言的人 既然不明白你的话 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 说阿门呢 你感谢的固然是好 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我感谢上帝 我说谎言 比你们众人还多 但在教会中 宁可用悟性说五句 教导人的话 强于说万句谎言 弟兄们 在心智上 不要作小孩子 然而 在恶事上 要作婴孩 在心智上 总要作大人 律法上记着 主说 我要用外帮人的舍头 和外帮人的嘴唇 向这百姓说话 虽然如此 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这样看来 说谎言 不是为信的人作证据 乃是为不信的人 作先知讲道 不是为不信的人作证据 乃是为信的人 所以 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 若都说谎言 偶然有不通谎言的 或是不信的人进来 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 若都作先知讲道 偶然有不信的 或是不通谎言的人进来 就被众人献醒 被众人审明 他心里的忍情 显露出来 就必将念伏地 敬拜上帝 说 上帝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用恩赐当合意 弟兄们 这却怎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各人或有诗歌 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 或有谎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若有说谎言的 只好两个人 至多三个人 且要轮流着说 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上帝说 就是了 至于作先知讲道的 只好两个人 或是三个人 其余的 就当神思明辨 若旁边坐着的 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 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 一个一个的 作先知讲道 叫众人学道理 叫众人得勸勉 先知的灵 愿是信服先知的 因为上帝 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妇女不宜 在会中讲道 妇女在会中 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 宗教会一样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信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要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 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妇女在会中 说话 原是可耻的 上帝的道理 岂是从你们出来吗 岂是丹临到你们吗 若有人以为 自己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 我所写给你们的 是主的命令 若有不知道的 就由他不知道罢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要切勿作先知广道 也不要禁止说谎言 凡事都要规规举举的 按着次序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回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